行政院长江仪化18号晚间 在台大演讲时遭到学生包围抗议 他在太阳花时期 下令驱逐占领政院的学生 江仪化最后是被校警带离开 沉默了一个晚上 今天在脸书po文表示 相信大多数台大学生 都是正直善良和理性的 蓄意闹场的应该只是少数的学生 不过台大校长的人事案 已经拖了超过500天 台大自主联盟呛瞎 要去申请没有校长的 金氏世界记录 最新进展 行政院今天上午9点多 召开了宿院审议委员会 包含了管中敏教育部 还有台大校方都有派代表出席 将于法定期限前 做出宿院的决定 面对学生包围激烈抗议 导致演讲中断 前行政院长江仪化 尴尬站在黑板前 最后被校警带离现场 表情有点狼狈 江仪化沉默了一晚才在脸书发文 表示还是相信大多数台大学生 都是正直善良与理性的 虚拟闹场的只是少数学生 而前总统马英九得知江仪化被呛瞎 也打电话关心 台大在惹争议 教育部长叶俊荣回应 要大家互相尊重 当然这个是言论自由 不过也都要互相尊重 不过教育部长要处理的 还有台大校长人事案 台大自救联盟呛瞎 超过五百天没校长 要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 对于校长宁选这件事情 的这样一个僵局跟年当 那学校本身 或者是教育部 那我们都应该 应该要重视 而且共同负集责任 叶俊荣前一天承诺会在期末考前 去跟台大师生亲自讨论 而行政院周三上午 也进行台大和管中民 所提的行政宿院审议程序 将于法定期限前 做出宿院决定 卡管案还要拖多久 进展依旧如牛布 记者综合报道